所以说你说的太对了 包括音乐 彭丽媛允许任何音乐 你见过彭丽媛上来以后 还有名演员吗 还有音乐界吗 还有歌壤界吗 一切都没了 当年的那个埃及电影 妖后那电影 妖后喜欢的只有他有 妖后不喜欢的天下没有 记得吗 旁边的巫师告诉他 你不喜欢的都不会存在 你喜欢的只有你有 这就是叫规则 你还有什么歌 还有什么音乐平台 2011年的时候我告诉所有的音乐界还有导演 我说你记住 要么你会倒在彭丽媛门下 舔他的脚趾头 你能活下去 要么你记住你就被消灭了 现在能在中国活着的全部都是舔他脚趾头 一定是这结局 对不对 arest comprar是新的 最确色的 真是 Joヶ� reg我